我們要去的地方在美麗島附近 現在也快到了 燈 應該快到了吧 因為就在那邊 哎呀 OK 所以現在用的相機就是我剛剛買的Panasonic G7 如果你視力OK的話 應該會發現跟以前視頻的畫質差非常多的 而且我以前買了一個Mine放在上面 所以收音效果也更好 接下來給你們看一下我原本用的相機是什麼 來看一下喔 好這個是Casio的ZR1300 它其實比較偏屬於美膚肌 就是說用來專門拍 它是專門用來比較適合拍一些 可能女生美膚照 就是可以適當一點點的 讓你的皮膚更好之類的 所以相對來講它比較不那麼適合拍視頻 所以我之前視頻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清晰 會有點柔柔的感覺 OK 所以我新的相機就大概就長這樣子 然後上面我裝了一個Mine這樣子收音會更好 對應該聽得出來有什麼差別吧 如果你們都有看我的視頻的話 應該知道我上一次我推的是我的最大重量 然後我推了103.8公斤 對 非常滿意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之後呢 我做了一週的D-Load 就是把重量放輕 把強度放輕 把總的運動量 總的訓練量都放低一點點 讓我的肌肉 讓我的神經恢復一下 今天呢 我又重新開始跑 我自己制定的這個訓練計畫 但是我現在只能跑胸肌 因為我過我的身分 運氣都不能做 對 只能跑胸肌 只能跑臥推這個部分 這個計畫當中 每一週有兩次的臥推 然後每一次的強度都不一樣 而這個呢 今天這個是第一週的第一次臥推 這一次的強度是70% 你最大重量的70% 然後呢 做10次 總共做3組 不用每一組都做到的粒節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 每一組一定要做到的粒節 這個名字 這其實是不太虛擾的 有時候甚至有反效果 會影響到你後面的次數 讓你無法完整的做到後面的次數 組數等等 70%的重量 每一組10下 總共做3組就OK了 接下來呢 換到 上斜我腿 一般來說 我的計畫都是前面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像 臥推 深蹲 英局 我會跟著這些百分比 慢慢慢慢的跑 每一週都不一樣 而後面的第二個動作 一般來說 我會 這個動作是4到6下的動作 也就是說 比方說 今天我用80磅 我做了5下 下一次呢 我要不然就是用 80磅 做到6下 或者至少 你用80磅 再做5下 然後再下一次 你80磅 可以做到6下 然後到了6下之後 你可能再加一點點重量 對 比方說做到85磅 然後你做4下 慢慢這樣下去 這是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比較偏練習的動作 比方說 握推 你可以用 推肩 當作練習 然後深蹲 你可以用 硬舉做練習 或者是 其他一些變化式 深蹲 把它當作練習的動作 練習是個動作軌跡 這其實很重要 一些細節慢慢練 多練習 越練習 越練習 你會越熟悉這個動作 你的動作就會做得越好 所以呢 這幾天我做推薦手肘 你發現我有很多細節 沒有做好 像手肘的位置啊 槓鈴握的位置 槓鈴放的位置 以及整個出力 整個力量的轉移 都有點不太正確 今天我們用非常重的重量 就是用一個比較適中 比較輕的重量去練習 我推薦這個動作 因為剛剛講的 我握推這個計畫 一週有兩次 當然每一次都是以 握推的一個動作 然後跟著百分比跑 但是第二個動作呢 我一次 第一次會以上斜握推為主 就是四到六下 以上斜握推為主 第二次呢 會以推肩為主 對 這樣子平衡下比較好 這三個主要的訓練結束之後呢 接下來的動作 就比較隨一點 我的計畫上呢 是有三個 Optional exercise 就是 你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但是這時候呢 比較是偏一些 屬於一些 顧慮式的訓練 或是小肌肉的訓練 像我呢 我可能會選擇一些像 啞鈴測評局啊 後數的訓練啊 三頭的訓練等等 你可以自己選擇 這裡其實沒有太大的限制 一般來說 次數在八到十二下 這個範圍內 大約三組左右就OK了 接下來呢我想說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的話呢 可以盡量follow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尤其是instagram 就是 之前呢 我有做過Q&A的視頻 就是我發布一個視頻 我說 接下來我下部視頻 叫做Q&A 所以能想問問題的人 可以在這部視頻底下 留言給我 但是這樣子 你特地為了一個 Q&A去做一個視頻 相對來講 會比較麻煩 而且不一定每天都看得到 對 每個人他還要點進去 看我讀完了 看完這視頻 才知道什麼事情 對他才去留言 所以如果你去follow instagram的話 我有時候可能 比方說我明天 po一張圖說 我三天之後我要做Q&A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底下會請留言之類的 這樣相對來講會比較簡單 大家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快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我都在每一部視頻底下的說明框 放入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的鏈結 所以你有興趣 有點進去看看 順便預告一下 我下一部視頻內容呢 我會一樣是 Fodeoff10 就是吃了一天 我會跟你們介紹說 我一天吃了什麼東西 並且下一部視頻中 我會大概教你們如何 大概計算一下你在外面吃的 義大利麵的熱量 對